如果你说哪个国家的榴莲最好,那一定是泰国的。 过去,泰国的榴莲既美味又便宜。 许多国内餐饮游客,更喜欢泰国。 榴莲是一种评价严重两极分化的水果。 爱知者赞其香,念知者怨其臭。 甚至有部分航空公司,禁止携带榴莲乘坐飞机。 实在是臭名远洋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种极具争议的食物。 有助极高的经济价值,为生产国创造了大量的收入。 以泰国为例。 2018年,泰国供出口榴莲518,882吨,从比前年增长3.05%。 创收353.33亿株。 从比前年增长42.21%。 其中,中国是其主要出口国。 出口至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榴莲。 占了泰国榴莲总出口的58%。 可以说。 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,支撑起了整个泰国榴莲产业。 最近泰国出现了榴莲严重滞销的情况。 泰国商人说都怪中国消费者。 榴莲卖不出去真的怪中国吗? 其实,榴莲出现这样的问题。 特别是泰国榴莲出现这样的问题。 实在是让人觉得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 首先榴莲是一种水果。 这种水果有助非常差异的两极分化评价。 有些人很喜欢吃榴莲。 有些人又很讨厌吃榴莲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榴莲是一种比较名贵的水果。 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。 之前由于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榴莲不了解。 所以泰国的榴莲,曾经一度成为中国榴莲的主要供应的。 中国游客去泰国旅游,往往都会选择去吃一份榴莲。 主要就是为了体验榴莲那种新鲜的味道。 然而实际上,泰国只是榴莲的主要产国之一。 同样能够生产榴莲的国家还有很多。 比如说大家非常有名的猫山王榴莲,就产自于马来西亚。 而巴基斯坦也是著名的榴莲生产地。 之前由于中国游客大量涌入泰国。 并且,中国的厂商也把泰国榴莲,作为榴莲的一个正宗产地。 所以导致了大量的泰国农民,开始改种榴莲。 理论上说榴莲的种植量增加了。 那价格不也应该下降吗? 这是一个供需规律的作用。 但是由于实在之前榴莲的利润太高。 所以泰国商人一直采用一个高价策略。 甚至于说对于现在大量供应的榴莲,依然用比较高的价格进行销售。 由于泰国榴莲价格过高。 这也导致中国的电子商务平台,和中国的进口商们,一起都将目光,盯准了榴莲价格没有那么高。 而且比较符合价值规律的一些国家。 比如说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。 由于中国的进口商们,都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其他国家。 这自然导致泰国的榴莲,出现了榴莲供应大过榴莲需求的现象。 这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榴莲滞销。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,这就是一个商人为利是图。 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的现象。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。 市场的供需规律,将直接影响所有产品的价格。 除非一个生产厂商,有本事垄断市面上所有的产品。 或者说,少数几个厂商,形成足够的寡头垄断。 才有可能通过垄断定价。 绝取超出市场平均价值的收益。 像榴莲这种农业产品。 它本身就不存在垄断的可能性。 所以泰国生产厂商这种想。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垄断提高定价。 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的行为,本身就是非常愚蠢的。 可能在短期内中国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消费来源的时候,还会考虑说。 在时忍受他们这种过高的定价。 一旦有了更好的供应地,和更加合适的市场定价渠道的话。 泰国对于榴莲的这种高定价,就显得非常没有意义。 所以泰国榴莲生产厂商的这种叫苦或者埋怨,怪不得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。